所以民進黨會去提出那個推動條例 我也問過蔣部長 就當時其實也是希望push你們能夠提出行政院或是教育部版 所以這個是我相信大家在這個過程裡面相互會磨合 互相會吸收 所以當然就選擇了一部分也可能納入了現在教育部在研議的東西 但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反對黨 我們就是需要提出一個完整的版本 最後才不會視不向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我認為說我們的主席 視緩則緣 再稍微延後來處理 因為這個內閣改組期間 就是當然部會首長也不宜遠遊 遊必有方 然後手機最好是開滿閣 這樣子要在繼續連任的時候 長官打電話來 就能夠收得到 最好不要進入地下室 因為收訊不良 我曾經有一個同事 在這個過程裡面 走進地下室 結果沒有問到他 就去問了第二個人選 一定留任 為什麼 因為很多的爛灘只要他收 因為前幾任的部長 很多意見都不一樣 我們的這個 這個前部長就是北北基的問題等等 所以 主席我發言到這裡 苦口婆心 你就參考一下 好謝謝 好我們何欣純放棄發言